狂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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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底因为调涨地价税 台南市民高举白不调大声抗议 如今改换台中市民包围市府 支持台中南屯一位民众的地价税单 上头七位数可让他深深倒抽一口气 因为去年他的地价税是16万4590元 现在却是133万3966元 一口气翻涨八倍 他就说他要去卖学的 他没有办法来缴税 自己要住的话 你每年都缴了一百多万 他真的是受不了 如果税收真的吃紧 那加税有利 不过截至8月 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已经超收2000亿 创下历史新高 该收的收但不会多收 那不该收的不要收 但也不会短收 我觉得对民众来讲 这个税制才是健全 没有退税不打紧 不过细看现行土地税税机 土地公告限职约市价5到8成 公民众申报地价作为参考 公告地价也顶多 只有市价四分之一 如今内政部想改推精准低价 再跟民众伸手要钱 那这个公告低价 跟公告限职 还不是跟精准低价一样 何必又要 政府要发一大逼的委托案 要这些学者专家 去研究 然后这些学者专家 又都是现在的 政府官的子弟兵 浪位的钱吗 因为现在生活大家都那么苦了 那你还要再涨 有一点生活活不下去 地价税要再调涨 那其实我觉得负担太重了 不过北市公布地价调查 12个行政区地价全部下跌 预估明年公告土地限值 有望调降 成为13年首件 就是去年那两个再来PK 看看今年是谁比较高 薪水部长何包却频频失血 柯正当头 民众真的苦不堪言 东森台经新闻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